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Alzheimer固的一个基本的诱法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在使用这个Alzheimer固 结合这个Xbox来写一点 这样的实际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做叫做的时候啊 是列出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话 就不以这个例子为跟大家讲 我们就以那个什么呢 腾讯的那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讲 那么那个例子的话 其实就是我结合那个什么呢 我其实这个腾讯 这里面这些代码 其实就是复制到腾讯网招聘的 那个网站上面的一些账的代码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去写的话 就像是直接去写一个 这样的实际的爬虫项目囊 好吧 不新的话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打开这个流浪机啊 然后就搜索一下 那个什么的腾讯啊 招聘 程序招聘 走进去看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社会招聘 这个地方啊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搜索一下那个 技术类 然后点一下搜索啊 好 那么这些职位的话啊 就是 就是下面啊 这些职位 它底子的那个代码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跟大家 拷贝到这个地方的这些代码 好吧 就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先以这个东西来跟大家讲讲 这几个的话 我们教大家学习完这个lxml 呃 结合使用这个lxml 结合使用这个xbus 讲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项目 就是啊 结合这个网络 结合那个request 请求项目的顾啊 以及 这个xbus 这个语法 以及这个lxml 这个顾啊 然后做一个真正的实 那个扒冲项目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 首先来熟悉一下 这个lxml 以及这个xbus啊 好 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话 就用这个什么呢 就用这个腾讯 点 html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来加载 来加载那个 呃 代码啊 好 那么我们这些人的话 首先创建好一个 呃 那个 html 对吧 等于这个什么呢 eTree 下面的那个 pass ps pse啊 然后的话是tncnt.html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 最好的方式的话 就是啊 就是如果你是 去解析一个html文件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式的话 还是推荐大家 把那个passer写一下啊 就是把把那个解析器 构造一下 好吧 那么就是pse啊 passer等于这个什么呢 eTree 点那个html passer啊 然后给他指定这个编码 是这个udf 干8啊 然后的话 这地方再给他指定 passer 是等于这个passer 对吧 好 那么这个东西 写完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 stml这个对象啊 去构建 呃 不是去构建 就是去啊 执行那个 xpasser的那个语法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啊 列出了五顶这个需求啊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五顶需求 在我们的这个啊 xpasser当中啊 这个里面该怎么去写啊 基本上你只要学会的 这五个写法以后啊 后期啊 碰到很多 大部分情况下的话 大家都会用的啊 不 不能说大部分情况吧 只能说啊 99%的情况都可以使用到了啊 都可以使用到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啊 结合上面的这个需求来写一下这个代码啊 首先的话 第一个是获取所有的tr标签对吧 好 第一个是获取所有的tr标签对吧 我们来考试一下可能叫c 然后的话可能叫v 那么我们要获取所有的tr标签 如果是站在那个重xpass的角度该怎么去写呢 是不是这样两个给个tr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的 对啊 同学们啊 思考的就是这就是正确的啊 我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写啊 好 那么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去写 我们该怎么 我们该怎么去执行哪个函数据 执行这个xpass预访呢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通过这个smail啊 然后其他每个方法 就是xpa贴纸啊 通过这个方法去写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给一个字符上 字符上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你之前写插 怎么去写xpass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也是怎么去写啊 那么我们这边写两个鞋杆一个tr 那么代表的是什么呢 获取啊 呃 获取这个文文档当中啊 子孙元素当中所有的tr标签啊 获取当中所有的tr标签啊 好 那么这种的话就定一个变量叫做trs 但是有很多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打印一下啊 fortr intrs啊 print一下我们的这个tr标签 可能就是保持这样啊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运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打印得出了 很多的这个element的这个元素啊 对 因为我们的一个tr 他这个地方返回的啊 他这个返回 他这个地方这个xpass 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啊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spa贴持 函数啊 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啊 反正是一个列表吧 那么这个列表当中装的什么样的东西 就看你这个地方啊 xpass这个地方装的是什么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提取的是这个tr的这个元素 这个标签 对吧 所有的话他这段返回的呢 就是很多这些element的这个元素啊 那么我们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的上这个跟大家讲过是吧 有不是上这个 上这个有那个e trace下面一个叫做tostring方法 就是可以将这个element的元素把它给转换成那个字上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e trace e trace点那个 e t r e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tostring啊 然后是这个tr 然后是给他指定这个变码啊 coding in coding是等这个udf-8 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解码下decode decod啊 解码成这个utf-8 口罩下口罩下 口罩下 注意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这个里面所有的tr标签 你看一个个tr标签全部都把它给提取了 对没问题啊 好那么现在是已经完成的第一个需求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那么完成了第一个需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走来完成下第二个需求 第二个需求是什么呢 获取啊第二个tr标签 那么的话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 对吧 首先的话我们先第一个trs啊 注意哈为什么第一个trs呢 因为我给我已经讲过了是吧 这个xpass它反过来的永远是一个列表啊 xpass反过来的永远是个列表啊 好那么就是smail.spath啊 spass然后这个地方是获取tr标签 那的话是要获取第二个tr标签 那么的话就写个r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第二个tr标签把它给拿出来了 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呃 再来打印一下 不是等一下 呃这样吧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只需要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 我们只需要获取到一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边啊 这个xpass的话 它又反过的是个列表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呃就已经知道的了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绝对可以获取到第二个tr标签 对不对 因为在这里面 它是肯定存在第二个tr标签的啊 就不会发生列表约件 什么叫做列表约件呢 就是啊 下标操作大于它的那个总的长度 啊 那么的话就会发生下标约件啊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知道 它这个里面的话是肯定有第二个tr标签的 对 肯定有第二个tr标签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种方式去取啊 通过这种方式去取啊 写个1 写个1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取这个列表当中的第一个 第一个元素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写个0啊 写个0啊 写个0的话啊 写个0的话 代表的是把这个把这个tr标 把这个列表当中的第一个元素 把它给拿出来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先先先先先 把这个商量先跟大家啊 打印一下吧 不让大家容易啊 我这个地方打印一下 trs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列表当中啊 x bus反复的是个列表 没问题对吧 左右两边是个中话 说明是个列表啊 只要的话我们这个x bus里面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写的话 我是给它进行立成这样的过例 我只取 我只取第二个啊 标签啊 我只取第二个标签 那么的话 它这里面的话 就只返回一个元素 对 那么我们想要把这个元素 把它给取出来 该怎么做 是不是直接在这边取个0就可以了 对 取个0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只会返回一个 那么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s把它给删掉啊 好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了一下啊 这样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个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这个方法啊 这个地方啊 可能加C 好 再来走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把那个第二个TBLC 已经把它给拿出来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第二个TBLC呢 看看 看看啊 它是这个2989 2989对吧 然后是那个金融云区块链 高级研发工程师 是这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 看到是一模一样的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第二个那个TBLC 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下面的第三个需求是什么呢 获取所有class是等于event的那个啊 标签啊 那个tr标签嘛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啊 或者所有class是等于event的那个tr标签啊 那么的话 首先我们拿个trs啊 因为class是等于event的那个tr标签的话 可能有很多 对吧 所以的话我就给他加了s啊 然后是那个 html.xpa xpa th啊 然后在里面就去选那个xpass的语法 是 首先的话我获取的是那个tr标签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这个class它是等于这个event event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啊 再来打印一下啊 我们这个地方for喜欢啊 fortr啊 这样吧 把这个把这个代码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好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印象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所有class是等于event的那个tr标签 对吧 第一个啊 还有第二个对吧 还有第三个啊 还有那个第四个对吧 还有第五个啊 还有这样的话就全部获取出来 对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标签对吧 呃 再来呢 在我们的这个腾讯里面啊 是有那个event标签啊 有class这等于event的 还有等于s的 还有等于odd的对吧 那么这个event的话代表的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偶数还是技术啊 对吧 那么这个odd的话啊 这个odd代表的是偶数啊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技术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现在第三个需求也已经完成了啊 第三个需求完成后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需求 第四个需求 它是获取所有a标签当中的那个sif属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的话 哪些地方有那个a标签呢 是不是在这个td 第一个td标签下面有那个a标签啊 这个a标签呢 这个a标签的话就是就是什么呢 记录的是这个详情啊 记录的就是 记录的就是这个职位的对应的那个详情啊 对应的这个职位的那个详情的那个url啊 比如说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对吧 他这个他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啊 这个职位他的详情的那个ur啊 就是详情那个ur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只要获取到什么呢 只要获取到的他的这个sif这个属性 那么的话就相当是已经拿到了这个详情的那个url啊 那么你拿到了那个详情的url以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爬取这个啊 职位他的那些详细的信息啊 对啊 说的话我们这的话啊 就相当是啊 把这些基础知识先把它给打扎实 后面的话我们再去写一个真正的爬成的兽啊 就变得比较简单一些了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来写一下啊 首先的话 获取所有的as啊 等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啊 html.xpah 贴纸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写个自占啊 我们这个地方要去获取那个a标签啊 并且是所有的子孙标签 都当中都要去获取 对吧 那么就给你两个写吧 然后获取这个a标签 然后我们再获取这个a标签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a标签的那个hif属性啊 注意 如果你是要要去获取一个标签的某个属性 它所对应的那个值 那么的话就不是这种写法的啊 这种写法的话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写法它代表的是 获取所有优有hif属性的a标签啊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去获取这个hif这个标这个属性 它的那个值啊 也就是这个属性它的这个值 那么我们也想要获取的话 我们这个人的话就不能这样去写 我们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写啊 就是后面下面写给个鞋干 然后给个hif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啊 a标签下面的hif这个属性对应的那个值 明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下啊 for a a英成的a s啊 来打一下 好这个s的话是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派子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啊 说的话写个s的话有问题啊 那么我给个a list啊 a list 从来加c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啊 是那个e tree.to street对吧 啊这的话我们不需要给它加密了 我们直接打这个a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获取到的套啊 xbus它虽然反复的是个列表 但是这个列表当中它反过来的是什么呢 反过来就是这个hif对应的那个值对吧 对的那个值它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呢 是不是字符上的数据类型啊 对了 所有的话这个地方就不需要给它进行这种to street的啊 就直接打印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字符上的好吧 同志加索的那我们加了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那个职位的那个详情的URL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啊 so easy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只拿到什么呢 是只拿到这个position后面的这部分啊 只拿到这个position后面的这部分 什么意思呢 你能不能来看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来搜索一下 我们来走的这个详情页面 我们这个职位它这个详情页面 它的这个网址的URL的话 是不是在除了除了后面这部分啊 后面这部分现在是我们已经拿到了对吧 就是position下方线detail这部分开始啊 后面这部分的话是我们已经拿到了哎 后面这部分是已经拿到了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没有前面这部分呢 原因是这样的哈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html代码当中啊 如果你只给一个什么呢 如果你在这个a标签当中啊 在这个a标签当中只有一个只有前面这个 只有后面这个position这部分的话 那么以后你再点击啊 你再点击这个a标签 那么这个a标签再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a标签它再去加载的时候 它就会去使用当前这个 我当前我这个URL它的那个域名 我这个URL的域名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这部分明白是吧 就是前面这部分 他他他就会将我当前这个啊 当前这个网址的这个域名 再加上你这个a标签当中的这个HIF这个属性 这个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把它给组合成这个样子 把它给组合成这个样子 明白是吧啊 那么的话就是这样组合起来的啊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话相当是只获取到的什么的 后面的这部分啊 那么如果你想获取到一个网址的URL的话 该怎么做办呢 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们 我们只要把前面这部分孔正下4E拿过来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把我们刚刚拿过的这部分啊 再加上你后面获取到的这个一个对吧 这个地方有个鞋的啊 再加上你后面获取到的这个啊 这个详细的这个页面这个月啊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一个网整的一个这样的详细页面的URL吧 对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获取我们这个a标签当中的那个HIF属性好吧 好那么完之第四点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点啊 第五点的话就相对是什么呢 一个比较综合一点的啊 比较比较综合一点 来看一下 它是获取所有的职位信息啊 成功本啊 后面写那个注释是吧 要获取成功本 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话啊 呃现在我们这个腾讯.itml这个文件里面的话 呃是里面是包含了很多的这些HTML代码啊 但是这些HTML代码这些东西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我们现在要获取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所对应的这些东西对吧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什么的职位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他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要招聘多少人 这个地点在哪里发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对 那么我们的话就要把这些纯文字性的东西把它给拿下来啊 把它跟这纯文字性的东西拿下来啊 并且把这个什么呢 呃这个详情的页面对应的这个UR也把它给拿下来 好吧 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面一点的一个这样的解析了 好吧 好那么接下来再回到我们这地方啊 来写一下啊 呃我们在写这个大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分析一下这个网页这个代码对吧 我们我们所有的这些职位信息的话是不是都是在从第二个TR标 是不是都是在所有的TR标签当中啊 对在所有的TR标签当中 而且同学们注意到什么呢 这个TR标签的话是不是第一个TR标签是我们不需要的吧 对第一个TR标签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呢 这第一个TR标签他是那个 他是这个东西啊 他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头部这个头啊 这个头这个东西我们是不需要的对吧 我们需要的是下面的这些数据啊 说的话我们现在要要要怎么做呢 找到所有的TR标签并且给他进行过滤 怎么过滤呢 从第一个开始啊 从第二个开始查找去对吧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不要了 是个意思吧 然后从第一个的话 从第一个开始找起的话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在一个TR标签当中去获取里面的这些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TR标签当中 我们知道该去获取里面的信息的话 那么下面这些TR标签是不是也是医护的坏标的事情啊 对不对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TR标签当中的这些数据呢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这里面的话 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啊 Xbus当中的一个函数 叫做test的那个函数 直接可以拿到的啊 直接可以拿到的 好吧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首先的话啊 我们现在或我们现在获取下所有的TR标签 然后再来讲一下如何去获取这个TR 一个TR标签当中的这些文本 好吧一个个来啊 好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啊 首先的话 或者所有的TR标签 TS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admail.xpass 然后获取所有的TR标签啊 那的话 TR标签啊 我们要把第一个过滤掉 对吧 把第一个过滤掉 就是第一个的话是不需要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过滤一下啊 就是position POSIT了啊 它是必须要大于1的 对吧 必须要大于1的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forTR 1TRS 是吧 再来打一下这个TR啊 从这家怎么这样 我们的家人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可以获取到所有的那个TR标签的啊 拿到所有的TR标签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获取其中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要获取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获取的是这个啊 这个TR标签当中的 这个A标签当中的对应的这个HIF这个属性 对吧 获取这个HIF这个属性的话 就相对是已经获取到这个啊 这个只为它对应的那个详情的UR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获取啊 HIF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东西啊 让我们现在要去获取这个什么呢 要去获取这个A标签当中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拿到当前的这个 拿到第一个TD标签啊 对 拿到第一个TD标签啊 那么怎么去拿到第一个TD标签呢 第一个TD标签的话 是不是它是在 它是在这个TR标签下面啊 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的话 我们每次去编定这个TRS的话 我们拿到的这个TR标签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的某一个TR 对对实际上就是这个TR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便利的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拿到的是这个第一个TR标签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哈 就是我直接对这个TR标签啊 对这个TR标签 再去执行那个 XPA插把死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再去执 再去 再去获取这个TR标签下面的A标签啊 再去获取TR下面标签下面的A标签啊 然后我们再写个A 再写个A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打按一下这个AXF 看一下行不行 好吧 看一下行不行啊 然后我们打印一个东西打印 打印完第一个以后 我们就直接break掉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只要获取到啊 一个TR标签的 一个TR标签当中的那个A标签对吧 因为获取到的一个TR标签当中的A标签的话 其一的话都是一样的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来获取一下 右键来获取一下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 是不是获取到的是一个空的列表啊 获取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一个空的列表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列表这个XPAS 这个预计法是错误的 对不对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 我们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哈 现在我们直接写个A的话 相当于是在这个TR标签下面去获取A标签 那么在这个ATR标签下面去获取A标签的话 这个A标签的话 它是不属于这个TR标签下面的直接子标签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部分该怎么去写呢 是不是应该给两个写看看 给两个写看看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获取啊 这个TR标签下面的所有的子元素的那个啊 子酸元素 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看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运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 虽然我已经获取到的这些数据 但是的话这些数据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们思考一下啊 我们现在的话是只获取 第一个TR标签下面的A标签对不对 那么 那么如果能够获取成功 这个地方的话 它反过来的是一个列表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列表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呢 对不对 不应该啊 我现在的话是只获取到一个TR标签下面的A标签 怎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呢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 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如果你呃 就是在这个里面写 写的话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了两个写看的话啊 他就直接会忽视你的这一个TR标签 他这个地方你这种写的话 他就相当是什么呢 他就相当是在整个文档当中啊 整个文档当中寻找所有的A标签啊 这个地方就相当是啊 他就无视你这个TR标签了啊 他就相当是什么呢 将这个TR标签给他剔的为这个S的标签 在整个玩意当中寻找所有的A标签了 明白 这个的话大家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在写那个什么呢 写那个 写那个啊 针对某一个啊 如果你如果你想针对某一个标签下面 再进行插发丝啊 你不能在这个前面直接写两个写看 明白是吧 直接写两个写看的话 他就会在整个网页当中去寻找那个A标签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符合我们的一些要求 我们现在的话是只需要获取这一个TR标签下面的A标签对不对 那么你如果你把所有的A标签都给我都返回给我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也不行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我们在这个前面给他加个点 给他加个点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现在获取这个A标签 我是在当前这个标签下面去获取明白是吧 好那么我们这边右键再来获取一下再来增加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只返回来了第一个呢 对就只返回来第一个啊 说明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怎么验证下我的说法呢也是非常简单啊 呃这个hrf 这个地方的话是获取到是一个A标签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这个hrf这个属性啊 因为A标签的话 A标签的话它是有反过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获取这个hrf这个属性的话 它反过来的就是一个自传 好吧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获取到了第一个标签的对应的那个url啊 对非常简单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非常获取到的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针对的你是在某一个标签下面 再去执行这个x bus啊 然后的话你要获取这个元素的话 又不是在它的直接子元素下面 而是它的子送元素 那么这的话你就应该写两个鞋干对不对 那么写两个鞋干的话 你不能直接切两个鞋干 你应该在两个鞋干的前面给它加个点 加个点的话啊 就意味着在当前这个元素下面的所有的子孙标签当中去获取啊 那么如果你不加点的话 他就会在整个文章当中的所有的子孙标签当中去取掉 明白错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新手长方的一个错误啊 好那么这边要加个点啊 这里面也写一下啊 在某个标签下啊 获取啊获取啊 获取啊 在什么呢 在执行spa贴水啊 函数啊 函数啊 在某个标签下面 再执行X bus函数啊 获取这个标签啊 获取这个标签下的什么呢 获取这个标签下的子孙元素啊 那么应该什么呢 啊 在写个两个鞋干之前啊 加一个点啊 代表什么呢 这个点啊 代表代表啊 在代表是在当前元素下获取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拿到呢 这个hrf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整体的 网组的这个ur把它给拿到啊 那么就是fullurl等就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哈 就是把这个把前面这部分啊 可能叫c拿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hrf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详情页面的 这个ur把它给拿到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把这个详情页面的ur拿到的啊 把这个详情页面ur拿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什么呢 再来获取这个职位 他对应的这个标题啊 这个标题啊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啊 我们只要去找到什么呢 只要去找到了这个a标签 找到这个a标签 所以我们再通过这个a标签下面的那个test的函数 就可以拿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边拿到啊 就是title 是等于个什么呢 啊 tr.spath 啊 然后点点啊 点 然后是a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test啊 通过这个test这个函数就可以拿到a标签下面 所有啊 a标签下面所有的文本 明白是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title啊 好 然后break一下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印象啊 好 啊 嗯 看一下啊 啊 这个地方不能直接加好 hrf的话 他反过的是个列表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边给个0啊 取个0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给 可以把这个title把它给拿到了 对 并且这个title这个地方啊 他反过来的也是个列表 说的话我们这边也是给个0啊 来获取到他的第一个元素啊 就是那个title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 title也拿到了啊 title也拿到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获取到了这个什么呢 获取到了这个a标签下面的那个title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想这样去做啊 我想这样去做 怎么做呢 我我我我通过这个td标签 我想拿到这个td标签下面的所有的文本 啊 这那么啊 该怎么做呢 就是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做啊 呃 不是啊 我是拿到这个td标签下面啊 呃 所有的文本啊 还是所有的文本 那么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做啊 呃这样啊 td啊 啊 这样的话也也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 好吧 这样的话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有x的意思啊 就是在当前这个元素下面就是在当前这个tr标签下面的那个td标签 因为我为什么给一个鞋干呢 因为td标签是不是我们tr标签下面的一个直接子元素啊 对对说的话就可以这样就行啊 那么接下来我再给一个鞋干再通过这个test这个函数能不能拿到这个标题呢 我们来跟大家走一下啊 哎 这样的话 啊 我们来获取第0个啊 这个地方要获取第0个啊 这个地方要获取第0个对吧 我们要拿到第0个啊 td标签啊 要拿到第0个啊 刚刚是有点问题啊 好这个地方的话他说说反过的这个range啊 那么我反过的这个range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获取到的是一个空的列表啊 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获取到的是一个空的列表呢 其实洋语原理也非常简单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只获取到这个td标签 那么如果你想拿到这个td标签下面的那个文本的话啊 现在这个文本的话 它是在我们的a标签下面啊 而不是在哪里呢 而不是在这个td标签下面的直接子元素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拿到这个test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地方给两个鞋干才对啊 对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走下啊 呃看一下啊 嗯啊不是第0个还是第1个啊 少了啊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改成一个鞋干的话啊 哎这样的话就拿不到的对不对 就拿不到的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说明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test这个行事的话啊 如果你想去拿到某块标签下面那个文本啊 呃如果这个文本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在这个标签下面的直接子元素啊 那么的话你就要在这个地方给他加两个鞋干才能够获取到 明白是吧才能够获取到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title啊 这个的话就是title啊 好拿到这个title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去获取啊 下面的话就是那个啊 类型对吧 类型的话这个就很好获取的 我们只要获取到啊 第二个td标签 然后再获取啊 但是在这个td标签 再调那个test的函处就可以拿到了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那个啊 分类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等一个tr下面的xpath啊 然后是点点啊 下面的tt啊 td 然后是那个第二个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test对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打一下category 对吧 category category啊 好这样的话是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类型的 就是技术类型 对吧 好那么拿到这个类型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还是呢 地点对吧 地点的话这个也是啊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一幅的画表啊 这个地方改成那个address addies啊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那个3 对吧 可能加4保存下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 来print一下这个什么呢 addies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可以获取的 我知道 呃看一下啊 哎 讲道理的话应该啊 不是第三个啊 第三个的话是那个货要总共要招多少人啊 就是这个职位要招多少人 好吧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个地址的啊 就那个人数啊 就那个那么死啊 啊下接下来的话才是地址啊 addies啊 等这个tr.xpath 那是啊 那是那个td的那个什么呢 4啊 那是dst对吧 present一下这个addies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地址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不对 好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发布时间啊 发布时间 发布那个泰姆啊 那是第五个 那么我们也是来打一下 pop泰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把这个时间也拿到了啊 好那么拿到这些数据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啊 把这些数据组装成一个列表啊 不是组成一个列表 组成一个字点 好吧 那么就是呃 职位啊 职位的话就是position啊 bosipion 啊 等这个一个字 啊 然后的话 哎 呃 那个 ur啊 详情的urur的话就是这个fullur 对吧 然后还是这个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title的话啊 就是这个title 对吧 还有是这个category 封类clgry啊 就是这个category啊 然后还有是这个lams人数啊 就是那个lams啊 还有是这个addies 对吧 就是这个addies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pubti public time 就是发布时间public time啊 好 那么这个字典获取到以后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职位啊 那么我们有很多职位的话 是因为有很多字典啊 有很多字典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 可以放到一个列表当中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上面 再来定一个列表啊 就是positions positions等一个列表啊 然后的话 下面的话就是positions positions.appied 对吧 然后把这个position拿上去啊 好 那么这个上面执行完毕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统一 来答案是个positions啊 好 这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呃 啊职位信息 这些内容 存入我们的信息 就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了 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 啊差不多讲到这个地方啊 差不多讲到这个地方 呃 那么大家课下里面的话啊 也是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去练习一下啊 自己去练习一下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练习完整以后 那么以后再去写一些真实的爬中的话 才会没有问题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有其有几个啊 需要注意一下 所有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个笔记啊 我来帮他做个笔记啊 呃 那个 使用 超胖死 对吧 那个 嗯 第一个的话啊 就是 使用 啊 使用 超胖死啊 比乱啊 语吧 应该使用什么的 应该使用 呃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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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那个什么 点 xpats 方法 对吧 来执行 什么呢 来执行那个 Xpass 语法 那执行Xpass 的代码 对吧 视力代码 如下 Xpass的 那个选择 这个文章 要说明点是什么呢 呃 xpass 啊 凡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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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来的永远是一个列表啊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 获取 获取 获取hrf啊 获取某个啊 标签的属性啊 是什么呢 呃 获取某个标签的属性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写这个代码吧 比如说是那个 atml 啊 点xpats 啊 是那个 披押 下面的那个 或者a标签嘛 那个 属性 hif这个属性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什么呢 呃 获取那个什么呢 获取那个 a标签的 hif 属性 对应的值 对吧 属性对应的值啊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呃 获取文本啊 是通过什么呢 那个 xpats 中 和 test 函数啊 智力代码留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 如果想要啊 在那个什么呢 在某个标签啊 我标签下啊 如果想要在某个标签下面在什么呢 在执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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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怕死啊 来 进一步提取啊 那进一步提取数据啊 那么应该啊 使用什么呢 应该在 应该在 呃 第一个 位置啊 那么应该 使用啊 那么应该使用 点来 点 来代表什么呢 代表 或者我直接将这句话拿不来啊 智力代码留下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哎 其实这里已经有了是吧 就这个点啊 这个点啊 鞋干啊 在鞋干之前加个点了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啊 大家啊 科学里面一定要自己练一下 好不好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